有造型的蔬菜和动物装扮上街头 有草莓也有西瓜 动物代表有粉红猪和猫熊 装在袋子里面的猫咪和狗狗也一起来游行 业头也有小丑发送水果给路人 五颜六色的装扮吸引民众的目光 伙思在台北街头举办起小型的家里法会 这都是为了要提倡一周一宿 卫生署长杨志良甚至每天都要吃一餐素食来保健康 的确多吃蔬菜水果可以降低罹患高血糖 高血脂高血压的几率 还可以节能减碳 少吃一点肉就可以为地球延长寿命 响应环保也是日行一善的一种 再看看这些小朋友 好一个钱翻再一个劈腿 或者是好几个钱烘饭都难不倒他们 甚至还有地板动作伸手脚节 这些五一高强的小朋友他们从小就吃素 却也可以这样手脚灵活 头好壮壮 天天资素 天天健康 耶 中文字幕——YK